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方水香 孕育了一门与自然共生的手艺 大麦接杆本是农耕之余的废弃物 在翘首之下却能化作池鱼 花鸟 人物 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万千丰物由麦杆剪贴拼接 称为麦杆化 田野里的麦草最初的可见 就是作为手艺人 把它鞭肥为宝 把它作为一位艺术品 祖父辈把麦杆化这门手艺 从河南一路带到了前江 而在前江出生的李扬芳 和这门技艺一同成长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们去田间解麦杆 他做麦杆化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学 夸奖我的那幅度就是《红楼梦》 古装人物吧 这些服饰都是比较复杂的 头发饰一根一根的 雕和汤这个都比较细 45年的绘制生涯 让李扬芳对麦杆化了如指掌 他正在酝酿下一个作品 用麦杆描绘梨月的风景 望书客栈和清测庄 前江麦杆化用大麦杆作为原料 揭杆细长饱满 质地柔软 光泽度高 那我们前江的麦杆 它就跟其他地方用的原材料不同 我们用的大麦杆 成色好 没有美点 没有折痕 去掉它的头和尾 只保留中间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第一节笔子修长 光泽度最好 第二节要厚实一些 也能达到制作麦杆化的标准 从中间剖开麦杆 里面的纤维杂质很少 用刮刀轻轻刮平后就可使用 把麦杆一排排严丝合缝地贴在卡纸上 做成麦杆纸备用 旺书客栈这幅画的制作 在李洋芳看来 最棘手的是客栈主楼 主楼有好几层 每一层要拆成十几个小部件 工序很多 得慢慢做 我从最栏的主楼做起 把栏的做好了 其他的就简单了 旺书客栈主楼 狼腰慢回 颜牙高拙 栏杆形态不一 在雕刻上颇有挑战 李洋芳根据麦杆的特性 加入了自己独特的构思 力求高度还原 旺书客栈的基于理 客栈的小亭子层层叠扰 雕刻时需勾勒出极细的线条 镂空雕刻绘制出亭子的立体感 旺书客栈雕刻度是比较难的 它要掌握它的流畅度 画线条的时候一定不能停顿 太直一些 转角处不要重 用力的时候要勤一些 麦杆它是脆的 太细了它就用于折蛋 修竹枝繁叶茂 但图案较小 意味着要雕出更细的麦杆 对记忆的要求也更高 只靠雕刻 还不足以展现物体原本的纹理 这时电烙铁就能派上用场 这个烙铁原来就是用那个炭勺的 要等它凉确了之后再去烫 用电烙铁在麦杆表面 烙烫出深浅不同的线条和阴影 以此表现物体的层次和空间感 温度太高麦草就会变焦 如果温度太低又烫不出深浅变化 一把电烙铁 李扬芳用得非常娴熟 用滑 图 点等技法 把银杆叶烙烫出不同的色度 麦杆本身散发的金属光泽 让一颗颗银杏树更显生动 水车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凝缩 清测桑的三轮水车看似结构简单 但要让平面的木轮 水斗 木槽变得有立体感 很考验烙烫手法 想要呈现有层次感的明暗对比和光影的效果 烙烫的时候讲究的浅色轻缓 深色重极 把握好烙铁的温度和力度 画面才会有真实感 渐渐地麦杆汇聚成了清幽盎然的清测桩 和客似云来的望书客栈 麦杆给人以自然质朴温暖的感觉 正如黎月人在这些地方的生活 自在而又充实 坐落于黎月北部的清测桩 茂林修竹流水潺潺 水车昼夜不停运转 梯田一眼望不到尽头 再往南去 就能看到迪花舟上的望书客栈 行色匆匆的旅人在这里停留休憩 满怀期待的时刻正品味离乐佳肴 坊间传说道 纵然贵为仙人 偶尔也会在此沐浴清冷的月光 现在的那个游戏和我们这个传统工艺 可以融合在一起 这是一门很缓慢的手艺活 用麦杰杆将寻常生活 百姓故事长久的流存在历史里 碎人石康 接近其用 麦杆成化 守护飞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